圆日世宽 我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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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醒了 妈 夫人 老爷 老爷 妈 老爷 你可不要听那姓敏的胡说八道 到他血口喷人啊 老爷 帮会的人们很凶残 我一个弱女子 怎么可能指使得动他们呢 老爷 老爷 我定多是帅帅人情 一念之茶呀 老爷 我错了 你的意思是敏大成诬陷你 连帮会的人都能指使得动 你们的关系可真不一般 老爷 万青啊 我们可是一家人哪 你不能落井下石 心口开河呀 爸 其实谭司令早就查到了他们的关系 只是刚刚在法庭上 碍于我们穆家的面子 所以没有公之与众 我这里有证据 您看过之后再做判断吧 一张符纸就能诬陷我吗 这是 这是谭司令在敏大成的佛刊里找到的 是法元寺超度亡灵的符纸 上面有崔连凤的名字 谭司令已经找法元寺的炎镜师傅看过了 这上面超度的 是秉辰年三月初八流产的一个胎儿 秉辰年 那就是十年前 村姨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十年前的初春 也就是我哥哥遇害的时候 你流产了一个孩子 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 我妈妈一直被蒙在鼓里 也是你留了这个孩子之后 她才知道了你们的关系 知道了寄养在外的慕婉婷 所以她才带我去日本 所以爸爸才给了你这个名分 你小禅那天是三月初八 难道说那个孩子也生命大成的 老爷 妈 老爷不是这样的 老爷 老爷 你好好想想 老爷 那个孩子在小禅的时候 不足四个月 那是老爷和我在广州怀上的呀 老爷 你小禅那天是三月初八 我从来不信名分 我在你身边 清清根根 忠信根根地侍奉你 老爷 我怀上万亭 你怕夫人知道 把孩子寄养在广州上啊 我们只有去广州出差的时候 我才能跟我的骨肉相见 老爷 我从来不让你没难 你从来不抱怨 在广州的时候 我每分每秒 恨不得跟你寸步不离 我上哪儿跟男人有染哪 那你怎么解释敏大成 会供奉你的孩子 想必是你没有肌肤知青吧 去广州之前 你曾经回了一趟老家 难道说 就是那个时候 你去偷了野男人 不是 不是 老爷 不是这样的 那敏大成为什么会以为 你怀的是她的孩子呢 老婆 因为当时敏大成 已经是罗独军的副官 所以你在给自己留后路 他怕爸爸您不要他了 他也能是个军官太太 不不不 好 我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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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人枪报了 我被他枪报了 是他 Einstein 我做骂与你 我承认 我承认 在这里 我承认 我承认 优优独闹 我承认